如果那个朗朗正在飞呢 边飞边弹钢琴 我要马上来了 要比一双飞呀 剪线啊 这怎么回事是大姐鸡了这 老公就是要上方风筝这样 有些时候放得远远的 但绳子永远都在我们手里 永远都在我们手里 你看 这个 不要拿得太紧 这样就会掉下来 有些时候要放松一点给它飞 这个说得好 需要陷在手里就行 对了 千万不要不见 不见了对它们也不好 因为它们就会掉下来 这是人生哲学 对 这个说得非常好 这个说得太好了 那如果你老公正在美丽地飞翔 你要跟她说什么 我跟她说 好好的 妈妈飞 你越飞得高 我越以领为勇 你越飞得高 我越以领为勇 好 好 哇 哇 又被塞一最高两 哎呀 哎呀 老公问大概要飞多高呢 老公啊 你爱多高都高吧 需要你懂得回家就行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我恐高 不能飞太高 恐高 星哥心里很美 但是不想飞太 不想飞太高 哈哈 刚才 Ada姐说 你愿意飞多高就飞多高 如果反过来说 说这个风筝 是Ada姐的话 你想要对她说什么 如果这个风筝是Ada的话 我还是挺放心的 嗯 因为她是一个知道怎么飞 也知道怎么着陆的人 因为她确实是入行比我早 就是在这个游乐圈里面 会有高高低低的 就是你高的时候 就代表你飞得高的时候 但是肯定也有低的时候 那你接受不了那个低的话 可能就是摔下来 那你接受得了 你肯定就有很漂亮的姿势 就着陆嘛 所以她曾经跟我分享过 她的这个观点 我是挺佩服她的 我要向她学习 哈哈